我又来了 看到没有 钢 钢 我们今天就要化身司马光砸钢 不是 司马钢砸钢 司马光砸钢 这次啊 通过网友的解析和分析和留言啊 一定要把这个钢里面装满水 全部装满 就是水 第一出来为止 只要丢进去一个小炮 它马上就得砸掉 之前失败肯定是因为水不够的原因啊 同样是两个老伙子 双小炮和千小炮 这两个 如果这两个都砸不坏的话 我还有一艘装备 就是这个火箭筒 大烟花 100块钱 给它个时间 哼 对了对了对了 那个呢 已经是有点裂痕了 所以我们今天的主角是这一只 来 把它给装满水 那就应该就可以了 先把这个签香 给装满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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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用小炮炸到小缸 哟 还不会破 再来撕下 爱惜吧 走的为生都是水 哦 好痛啊 我们还是办这个大的 OK 我现在点大炮啊 喂 是不是这个形状差不定 这水已经装的满满的了 这都这里过了 我再加点水 这个水已经满出来了 OK 我们现在要徒手拿炮 OK 我们现在要徒手拿炮 破头 太他们危险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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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危险了 这个 还好 还好 小朋友们千万千万千千千千千 不要尝试 我们还好 都是有一个掩体的 可以躲一下 那就说明 如果装满水 是可以炸坡的 那说明一下这个 这个大炮呢 还没用上 我准备 下次再用 这个地方缸也太多了吧 所以本身就有水 我们扔一个小炮 看看它会不会炸掉 好像没有反应 走吧 走吧 回家